老师,相信不少单身的朋友 都希望在新一年可以成功出公司找个盘子 我想问下,有没有哪三个星座是今年的暖爱运特别旺的? 第三位先,第三位就是天蠍座 今年天蠍座的旺是在什么呢? 就是说它有很多突发式的暖情 还有很浪漫,很童话式的 会有一些闪婚,或者突然间出现的爱情 或者突然间看到一个人一见钟情的情况发生 所以天蠍座的朋友,如果你喜欢刺激的感情 今年就要特别留意了 第二位呢? 第二位就是处女座 耶! 好开心 处女座,今年的暖爱功很热闹 所以会有很多机会发生 还有可能有不同类型的对象会出现 有些可能是比较成熟,稳重 有些可能和你的兴趣很相近 所以也不妨给多些时间自己去探索一下 看哪些人适合自己 即是不要太心急 是的,不要太心急 而且处女座有点东西 就是今年你的自信心比较强 而且是敢于表现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 这方面对于戀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第一位就是巨蟹座 巨蟹座的朋友,因为今年的伴侶功是很多行星 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今年是比较多的机会找到对象 如果你已经有另一半的话 其实今年大家可以再作出一些承诺 或者订婚,甚至计划结婚都可以 那说完最好了 都不差再说哪三个星座 今年的暖爱云一样 有三个星座,今年的暖爱云一样 首先有双鱼座 双鱼座因为他的戀愛今年是很反复的 即是说很多时候可能认识到一个人 以为有机会发展 但又好像是无水情缘 又或者他本来和一个人发展得不错 但突然间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来来往往会有很多烦恼的事情 令到双鱼座就很头暈了 另外就是人马座 人马座今年在暖爱上 就比较容易有些受伤的情况发生 可能是对方对你作出一些伤害 又或者人家对一些批评 令到你没什么信心 所以人马座的朋友 今年其实要保持乐观 对于人家的一些批评 或者人家拒绝了你的时候 都不要太伤心 然后就到白羊座 白羊座暖爱云 因为今年其实真的比较平淡 就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所以可能的专注力要放在工作上 同时间白羊座朋友 今年自信心就一样 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受到人家的伤害 或者人家不要自己 遗弃自己 拒绝自己 会有这些情况 所以今年就要调节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 不要太过戒怀 这三个星座如果今年戀愛是一样 人马座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摧运一下 或者是其实不能搞的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找些颜色去辅助自己 可以配戴相关一些 幸运颜色的物品 或者衣着 或者你平时日用品 都可以用一些相关的颜色 比如白羊座 因为今年信心是一样的 白羊座的幸运色就是红色 所以可以用多些红色的物品 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另外人马座 人马座的幸运颜色就有紫色 所以也可以用多些紫色的 比如衣服 或者你的日常用品 都可以用紫色 令自己平和一些 另外就是双鱼座 其实双鱼座本身 幸运色就是粉红色 不过粉红色已经太梦幻了 对双鱼座今年的爱情运 就没什么特别的帮助 所以反而双鱼座适合用什么呢 白色灰色黑色这些很实在的颜色 很简单的颜色 就是令到自己保持清醒 帮助你去处理一些这么复杂的感情 老师你知道的了 可能有不少人都有发展的对象 或者是有另一半 其实都想深思思知道 其实那个人是否适合自己 有没有说一些standard的星座组合 是特别适合做一个情侣的 都有的 在我们12星座里面 我们就会分成六组 每一组就一啪啪 有六组就看看是否你的组合 这六组最夹的一啪啪 就有 白羊对天平 金牛对天荐 双子对人马 巨蟹对山羊 狮子对水瓶 柱女对双鱼 那就是六啪 那为什么这六啪 我们说是一些比较标准的 伴侣关系或者有吸引力的呢 就是你想想其实这六啪人呢 其实本身他们的性格是很不同的 那譬如白羊座是很急的 天平座是很他条 很自由 很悠闲的 但是正正是这样呢 就会有一种吸引力在 第一 第二就是有一种互补不足的情况 就是说其实 譬如我做事很急 你做事很慢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容易配合得到 一粒一粒 但是如果我又很急 你又很急 那就是很容易吵架 那譬如柱女座呢 是的 柱女座就是配双鱼座 那这一双我经常都看到的 因为柱女座的人是很细心 很仔细 但是比较实际一点 所以双鱼座就给到他一些梦幻的感觉 就是说因为柱女座的人很现实 都是的 但是双鱼座有时做一些小动作 或者很浪漫 或者很窩心 其实对于柱女座来说 是很特别的 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下心动了 是的 很心动的 所以这个 又反过来 从双鱼座的角度 就是他做事很流流乱的 如果有柱女座帮他 很有调理 去整理一下他的东西 他就觉得 这个柱女座真的很好 好像刚刚的 是的 所以经常这一双会这样 互相吸引 但是我们说这六双 互相吸引得来 又有互相排斥 因为性格很不同 如果有时你忍不住 你就会觉得 不行了 因为同一个原因去吸引 同一个原因去抗拒 是的 我看到摄影师也在忙 帮你问吧 摄影师哥哥就是金流座 金流座是一个很稳定的星座 而且是比较踏实 对面的星座就是天蠍座 天蠍座是很感性的 说感情的 所以就是一个很实际 一个很感性 这两个也是互补不足 但是当然了 你说如果对方 开始要嫌弃对方的话 就是说 譬如金流座会嫌天蠍座 你用不用什么都 都这么感情用事 是不是 有些很实际的东西 有些很实际的东西 你不用想那么多 或者反过天蠍座 就会说 金流座你个人 都不讲feel 就是你个人常常懂得 重视一些物质 不浪漫 对了 金钱的东西很不浪漫 这样又会发生一种 互相抗拒 或者排斥的情况 但是同时间 因为一个讲金 一个讲心 如果可以配合得到 就相当之match